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来给它完善一下我们左边的这一块头发 就是我们镜头左边这一块头发 因为这一块目前还是空的 我觉得应该需要把它给补一下 就是把这一块给补一下 那么这里我打算不再让它参与到整处的卷发里面了 因为那一块的卷发已经够了 我认为已经就是它的这个盖的数量已经够了 就是再往上加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一块的线 然后这里我们还缺了一根 因为这样子的话太速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这里把它加一根进去 然后就让它直接移附着这一根 我们也是用到这个 target 那这根呢 直接让它就是 就是跟我们这根是接近的就好了 我们不需要 就是不需要让它 不需要让它就是 就调得很麻烦 直接让它呢 整个是在跟这个引导线 它是同步的就好了 好 好 好 我先按这里 好 这一块区域 我们也是像这一边这样 让它有两处 另外的小卷发 这个小卷发也是同样 尽量就是跟着这个形来走 就是跟着你旁边这个大处的卷发来走 这里我们把它单独显示 这样子我们调的时候更方便 记得让它整个这个卷 就是立体一点 就不要呈现出一种呆呆的这个形状 好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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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就是一个这样的卷的状态呢 可以看一下 包括像我们这边 你可以看到从底部看上去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卷的一个状态 这边可能有点太长 让它稍微缩放一下 那考虑到它这里呢可能还需要往就是它这个形状的夹起坑 所以这里呢我们要把它给弄那个圆的幅度弄大一点 那么如果你出现这种不能就是target的话 你应该把它review两根都review一遍 然后两根都review35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再去把它给匹配过去呢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应该这根是在后面 然后 等于说它们也是有一个这个片状的这个形状 你很好理解的其实 你让它就是每一个角度看它的宽度都是一样的 这样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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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得注意它是一个圆柱的形状 那么这里头可能我们在调的时候 忽略了下面这一块地方 然后把这一块地方再调整一下 这里的效果已经还不错了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现在是没有一些别的很多的效果 但是这一块我觉得 就这两边的表现力还是比较满意 只不过这边可能 这两个卷发的形状 可能缺少了一点互动 所以现在这边应该把它移过去一点点 我们这里还会加一点头发去过渡一下 不会让它突然间就这样子中止了 注意一下这边的头发 不让它穿插到脸部 这边我们可以考虑就是再给它加多一根 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还要画一张这个Density 因为这里的这些头发的影响到我们去判断 我们的这个引导线铺的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要画我们的这个Density 就是我们用一个Hare 0.1 然后这个命名尽量规范一点点 因为这样子你往下去要找回来的话是比较容易的 那我们用个10就够了 那这里我建议就画Density的话 最好用一个全黑作为开始 然后 我们可以中间的部分 可以直接用一个纯印的笔刷 给它画一下 就是我们防止别的地方有没画到的 然后再用一个软笔刷去画一下边缘 那么这个发型它的发际线是稍微高一点的 所以我并不打算说让它发际线去到就是很低的那个效果 包括背后侧面也是 而且那些地方如果头发多了一些的话 会增加我们铺那个引导线的量的 所以这里最好你斟酌一下 就是主要让你觉着看起来合理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完全追求那种 就是后面也是要涂满的那种效果 然后现在这样子就干净了很多 包括我们的这个卷发 你可以看到就干净了很多 然后现在问题是这边的体积不够 所以现在往去给它加一些体积感 就这一块 这个呢 记住就是它既然是在中间的话 那它应该也是在整个旋转的这个行里面也是在中间的 所以这里铺的时候呢 也是要注意一下 所以这个时间记住就好 现在我们可以试试一下 那么多多的 再次准备一下 就是它在中间的 就是它首先在中间的 它再次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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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部分它分到的投放明显有点怪异 就是它单独可能就这样一条 不过这个我们后面再去处理它 现在我们先不管 然后我们现在法量是50 这个法量我们到后面铺完大体的引导线 我们再去处理 就是再去看一下怎么样弄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法量 然后现在再把这一边 因为这边太空了 现在把这边填一下 这里你如果觉得看起来比较麻烦 你看看的话你可以再给它分一个颜色 就再把这一处卷发给分一个颜色 这样子方便你观察 但是你自己去决定看要不要分 我这边因为我 就是我已经这个发型做的比较熟了 所以这里我就不去分它了 那么也是要注意好 所以说这个发型其实难 难不是难在这个卷发的形 这个卷发的形你研究过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很简单 难是难在这个层级关系怎么样做才能做好 所以这点也是我觉得你们在做这个发型的时候 就包括同类发型 最重要的不是你这个卷发做的怎么 就是那个形卷的做的怎么样 而是你那个层级关系有没有调好 如果你这个都没有调好的话 你这个发型是很难出彩的 就是你可能这些卷的你都做的很有效果 但是出来却并不好看 然后我们再把下面这里呢把它连接过来 然后这里我们给它多一两根 跟这个引导线分散开来 这样子呢 我们那边就不会显得很空 这里的头发可以稍微短一点 所以这里我们让它锁短一点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锁定长度把它拉直了 因为我们不需要它默认带给我们的那种形状 然后这里你其实可以把它分一下颜色 就是这一块下面这一块 那我现在先把它给分一个偏红一点的颜色 比较容易去区分 比如说像这里 然后就把这个镜价给关了 就这一块的头发 我希望它是一个稍微深红色的一个颜色 然后这里我觉得这个卷处中间的这个卷的这个形状 可以稍微再大一点 宽一点 然后这里 有时候我们可能也是要接触到这种调点的方法来调整一下 灵活一点 不要就是距离于什么方法 没有的 你哪个方式出效果更快就用哪一个 有时候我们可以试试试试试试试 这个就是我们不用clumping的一个效果 有时候也可以这样子来看一下你头发大的一个体积 因为你没有这个的话 你头发应该说是全部形状和是交融在一起的 就是没有任何的聚集的效果 那么做这个发型的话 clumping的效果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里要一直开着我们的clumping 就clumping的第一集这样子去看 然后像这个地方它有没有穿插 这里处理的还可以的 然后这一部分稍微往里收一点 这里呢我觉得就是给它做一个简单的 有一个弯曲的形就好了 这里在做卷范的话可能有点多了 所以这里呢稍微匹配一下它的形状 然后我们给它一点点这一部分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太长了 稍微短一点 就这样子也没有了 我给它做一个一个简单的 都可以的 手在做一个简单的 我给它做一个简单的 我给它做一个简单的 就是这样子的 一部分 这一部分 我们就把简单的 然后就做一个简单的 所以就做一个简单的 所以我们来说 出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 简单的 那这里呢就是需要你自己创作一下 就是有一些毛发的效果呢 可能未必就是说我们总有这个参考的 你也是要靠你的这个想法去给它创造一下 多一点就把不同的选择 不同的感觉 然后现在这个我们用了这个CopyEffect之后呢 我们的毛发分离得很开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但我们后面会用这个贴图去控制它 因为你不开它的话很糟糕的 你可以看一下 它们全部打成团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给开了 而且呢我觉得可以开高远 然后这里呢有一点 有一点就是没有厚度 但没关系 我们现阶段来说的话 这样子是够的 就是我们用现阶段的这个效果 网友 Weather侏 我们先看一下 因为它就有点评定 随论就可以了 就在经厚看 有点诶 随 Definition 不是 对 所以 你 在静子 我们 说 我想这个地方现在有点空 但是呢我们先不管 然后看一下这边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那么这里的这里我们还没有这个引导线 像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给稍微调整一下 就让它厚一点点 然后我们方便我们就是放一些引导线进去 然后这里的好往回拉等也要注意一下 然后这里的这一块我也导算让它往前面来 因为前面这里呢还是有点空 我觉得这一块往前面去呢可能会更好一些 所以这里我把它给加进去 然后呢把这个锁定长度给打开 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基本上我们只去到这一块 后面的那些呢 就是这一边的我们全部归类到我们后面的毛发区 或者中间过渡的这里都可以的 总之就是说这边的我们就往这里来 我们下边的毛发区 这样这里一块虽然说它本身不需要有太多的 这个卷发的形状 但是也还是要处理好它的一个层级关系 跟一些就是它本身的一个形状 然后呢这里我觉得因为它这样子 这里你自己选择一下它是否要这样穿插下来 还是说覆盖在这两根上面 我觉得还是让它就是穿插下来比较好一点 就是我们不用虽然说它层级来说 应该是上面这两根搭着它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这样子它比较好看一点 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就像欧阳有一刻 这里我们让它呢 有一个勾起来的心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 大致上前面这一块呢 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只不过这里我觉得可能 这个还是给它匹配一下 我们的这个卷发的心 因为这样子呢 可能看起来统一一下 因为现在它们互相之间 还是分离得有点开 就是整个心分离得有点开 这两边的话 应该我觉得已经差不多 就是我们按照初级阶段来说 这两边的效果呢 已经打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还有就是这边呢 也给它加一根 这里我们直接呢 就让它处于这两根引导线中间就好了 我们不需要再过多的这个调整 因为这个只是拿来补充一下 万一我们要用到解算的话 就这个发型要拿去解算的话 还是比较需要的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一些分布均匀一点 密度稍微高一点点的一个引导线 更方便我们马上去弄 好 这里我们现在重新给它检查一下它的成绩关系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应该现在就把它找出来 然后把它修改掉 这里可能卷的这个幅度 太急了 这里卷的话 没有这里来的那么 所以这里我觉得应该 把它们全部给它加这个段数 就让它多一点段数 然后我们 就是再把它给 重新调整一下这一块 让它这个卷的幅度 稍微再大一点 这些上下层级关系 也要非常注意 处理得不好的话 就是一些很难看的 一些穿帮了 所以卷发这个发型 其实难并不是说 它有多难的一个复杂性 它难其实就是说在 你的思路怎么样 然后你要有耐心 这样子去查去看 这样子才能做出来 并不是说 它这个发型本身有多难 本身的话 就是这样子一个卷法 我相信简单说一下 大家应该都会懂 看一下就是0.5的一个效果 然后可能这里 这边的一个clamping 有点太偏撞 基本上差不多 我们现在可以进入到后面这一块 那么其实头顶这里还有一两根 就是拿来缓冲的 就是这一块中间我们缓冲一下 但是现在先不去管它 我们现在先把后面的大致上给处理一下 后面这一根的话 这里我们就拿来做一个类似于过渡的 等于说这一根我们是过渡的作用 它是放在中间 可以有一个微微的一个卷的一个效果 因为只是一个过渡型 所以还是不用有一个太强的一个卷的效果 我们只是简单给它 包括这里也要记住要往回呢 这样子去拉 那我们需要处理这边这一个比较重要一点 因为这一边我们的参考里面呢 这一块它是有一个卷的形的 所以这里我要先 又先把这个卷的形给做出来 因为这个是跟整个后面这个形的关系比较大一点 现在有些地方可能 如果调不到的话 它这个可能段数不够 所以现在把它段数呢 给重建一遍 那算是 像这些地方 比如说 比如说先大致上我们先让它有这样 记得要注意这个四分之三侧面的时候 这个形是怎么样 因为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觉得调的不错 但四分之三看过去又很奇怪了 这样子就白调了 这里我们预留一个足够的宽度给它 那么这里的卷就没有一定要像我们前面卷的那么厉害 它可能卷的幅度可能就卷了两回 这样子的 然后往下的这些呢 因为这一根肯定是不会参与到这一根的这个卷发里面的 所以我要把它给往下挪 然后这一根可能 这一根可能也不参与到 还有最重要就是我们先要把这个 整个后面这一块的头发走势先处理出来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根据我们的参考 中间是比较凹一点的 我在参考里面看的话 中间这里是比较凹一点的 所以我们先把中间的毛发处理一下 它是两边有一个卷的一个毛发 所以我们先把中间的先处理一下 让它凹一点点 好 然后包括这边的这一个我们也给它一个就是卷的一个效果 就这一根我们也给它一个卷的效果 那么这里先把它往回拉 那么这里先把它往回拉 1 2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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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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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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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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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够了 然后调整一下 不要让整个头发在背后看起来太厚了 太厚的话是显得非常的假 然后我们让它这样靠过来 多一点形态的变化 这里也是处理一下侧面 我们让它侧面有一个幅度的变化 这样才好看 我们下面那些呢 下面那些因为处理起来了 比较简单一些 所以现在我们先不去管它 先把主要上面这些给它处理好 因为现在那一块是比较重要一点